大家好 我是希望好玩日戰手遊 我們開始吧 沒錯 非常好玩的掛機手機遊戲 我們開始吧 好 那我們又來玩了 背包你一滿 這邊也可以繼續做賬 看到鑽石就直接給它刷掉沒關係 這邊沒有鑽石了就直接換 哇 就是那麼好玩啊 這種類型的遊戲根本就是變態啊 存在的太好了 很容易讓人家愛不釋手 欸 我們上一集想到哪了 哇操 我可以分解頭像 來 其實這期最終的地方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各位知道嗎 其實就是這一個 每天上一掃這個 基本上就可以下限了 我覺得我們英雄還沒介紹完 先把這個結完好了 其實我怎麼每次要打都在保護中 為什麼我每次要打都在維修 這些boss完成暴風油格啊 現實boss 現實boss 那也是講過啦 烏德 看一下有沒有出什麼新英雄啊 就是你可以自己挑妳的出戰陣容 然後 蹲我一下 我們給大家看我們的那個 圖鑑 來 試試看這邊看 這隻 迪亞娜好正喔 這感覺很像新的耶 沒印象啊 這隻很像有 可是這隻我怎麼一點印象也沒有 一隻英雄就很重要了 可是我真的對他沒印象啊 可是我真的對他沒印象啊 敵人有印象耶 可是我對那隻真的 我對那隻真的沒印象 天啊 好 那這邊開放所謂的風暴祭壇 風暴祭壇呢 可以讓我們全都智慧尋作 然後用尻尻尻之後就可以直接弄了 就是直接掃蕩了 這邊可以頂一下腳 那我們今天就把這個演示完吧 你可以看到他的通關波數 遊戲做得那麼棒要幹嘛 天啊太耐玩了 五次 好 讓他掛完這樣子 然後之後呢 我們就會取得所謂的智慧卷軸 那今天就介紹這個系統 好啦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給訂閱